二月份雖然冬天很冷,不過很熱鬧 不僅有農曆新年,而且有情人節 無論是中國的傳統也好 來到加拿大,我們開始學一下 慶祝洋人的節旗也好 二月份都很熱鬧 不過大家都一定知道 今年的年三十晚,也是教會的年曆 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 加拿大人很奇怪的,只是記得之前 那個叫做什麼Tuesday,Pancake Tuesday 記不記得?有沒有聽過? 其實那個是預備開始聖灰日 中世紀以來西方的民間習俗 將所有的不留得的食物,在那天要清掉 就是這樣解釋的,不過不是在冬天吃Pancake 不過我們已經沒有這些常識了 是,2000年來教會的傳統 其實聖誕節不是最重要 其實是復活節 不單單是因為聖誕節 那個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們解釋過 本來是羅馬的節期 那個是官方的耶穌生日 但復活節就不同了 復活節是按 按農曆、猶太人的月份 或者按如月節的計算 一定準確 而且在教會的習慣上面 我們知道預備聖誕節有 將臨期,記得嗎? 點四支蠟燭 即是有四個主日 從十一月三十日 最近的星期日計算起 但是預備復活節呢 教會的計算 就一定是由聖誕日 As Wednesday 開始計算的 那處有多少日呢? 那處有四十六日 為何這麼靈丁呢? 應該是四十日的,沒錯 四十日 教會稱為Lent 這個拉丁文這個字呢 翻譯出來很準確 是禁食的意思 禁食四十日 哇,你說很大件事 是啊,是很嚴肅 很大陣仗的預備 來復活節 不過四十日禁食呢 非同小可的 在聖經裏面 你招勻了新舊約聖經呢 都只是記載過 有三個人物呢 是曾經這樣做過的 你知道是哪三個嗎? 耶穌登山變像的時候 他們在一起了 不是彼得雅各約翰 是摩西 以利亞和主耶穌 主耶穌四十日在曠野禁食 受試探 你讀過福音書 摩西四十日在西乃山上面 上帝將戒命十戒的石板交給他 以利亞呢? 以利亞最厲害了 他那四十日是在走路的 從羅藤樹下 天使拍醒他 吃了、飲了之後 經文說 將著者飲食的力量 他就走了四十日的路程 直往神的山 何列山的樹去 所以四十日禁食 其實不是人人都做到的 加以文 改革運動 瑞士、日內雅的領袖 很出名的神學家 他也是一個牧師 在他的給弟兄姊妹的教導裡面 他特別禁止 以弟兄姊妹信徒 東師孝貧 不准他們這樣禁食 以為這樣就有功德 其實四十六日 為什麼多了六日出來呢? 因為在這一段的期間 星期日主日是不禁食的 照教會的傳統 星期日是慶祝 是敬拜 是團契 是歡樂 是愛賢 是pot luck 你明白最後一句了 是要吃飯的 所以四十日禁食 Lent這段的期間 如果除去了星期日 六個星期日 那就要在前面再多加六日 才照夠四十日 所以一定是星期三開始的 六七四十二加四 你從星期日數回頭 一定是星期三開始 而且根據教會歷史的文獻記載 告訴我們 禁食其實不是完全不吃東西的 一般的傳統就是他們吃得簡單 譬如每天只吃黃昏的一頓飯 中午為何不吃呢? 因為可以預備專心 安靜 不用顧著煮飯 我太太經常都說 經常只顧著煮那三頓飯 什麼都默想都不行了 所以你要安靜的話 就要忘記了這些俗務 又不用洗碗 又不用吃東西 總之這個 但不是練先 不是功德 而是專心的意思 所以禁食本身不是目的 禁食本身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法力 沒有什麼功德在裡面 那個只是讓信徒 在這段的日子可以專心 所以有一些傳統 甚至會說 如果你身體不可以這樣禁食 那你就只是不要吃肉 你或者不要吃雞蛋 或者不要吃dairy product 就是平時歡樂的時候 吃得好一些那些 你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這些事情上面 昨晚那一頓都算是的 是吧 就是吃什麼 不是不是 我們教會聚餐不計較的 刺還是甘 沒有什麼所謂的 是蒸魚還是炸魚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就對了 那個態度 昨晚的目的是什麼 不是吃 不是同鄉會聚餐 哎呀我給了二十幾元 吃不回來的 不是不是 昨晚的目的是 彼此相愛 是團契生活 是感恩 吃 很閒的 昨晚David 弟兄 臨到尾的時候 走過來跟我聊天 他說 最後那兩尾 我們多數都不吃了 是的 當然一來是年紀問題 是吧 二來其實都是 團契比吃更重要 只顧著吃的 你就本末倒置了 就算羅馬天主教會 在五十年前 他也是宣佈 他說 如果你真的要禁食 其實在聖灰日 和在壽難節 禁食就好了 都不需要這樣延長四十日 好像不是一個功德來的 不是它本身的目的 而且這一段的日子 你留意 是由復活節 數回頭的 不是由受苦節 數回頭的 分不分得到 兩個有什麼不同 就是說這四十日 在神的面前能夠安靜 能夠專心 目的 不是受苦 我們經常都搞錯 我對自己不好 我操練一下自己 我令自己沒有那麼舒服 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完全不是這回事 如果我們這樣看 所以翻譯了Lent 做大齋期 有時候會和民間宗教 這一類的想法連在一起 那就太可惜了 教會的傳統 將這四十日分別出來 那個目標 那個焦點 那個方向 那個目的地 要帶你去哪裡 復活 耶穌基督的復活 新的生命 所以今天 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在這一段的日子裡 主日崇拜 其中教會選擇讀的經文 就是尼哥底母 來找耶穌 然後耶穌就跟他講什麼 不是講齋戒 不是講修煉 不是講功德 不是講受苦 登山變像 反而是講受苦 是不是? 我們看過了 但是耶穌和尼哥底母 所討論的焦點 你很熟 人 若 不 從 生 講生命 生命 復活的生命 耶穌基督所賜的生命 這裏 這是我們在教會的傳統裡 在復活節之前的這四十日 加上主日 四十六日 我們要學習的 我們要明白的 我們要清楚的 不要搞錯 不要自己想一套 然後塞進去 我們信耶穌那些東西 那麽就 撲撲亂 蠟蠟蠟蠟蠟蠟蠟 尼哥底母的事情 不只是這一次 他來找耶穌 聊天 耶穌跟他講 重生 還有哪兩次 你有沒有聖經在手 好嗎 我想和你揭開 和你一起讀一次 約翰福音 第十九章 約翰福音 第十九章 三十八節 到四十節 約翰福音第十九章 三十八到四十節 找到呢 我想和大家一起同聲讀出 這些事以後 有阿利馬太人約失 是耶穌的門徒 只因怕猶太人 就暗暗的作門徒 他來求彼拉多 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 彼拉多運準 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 又有尼哥底母 就是先前夜裡去見耶穌的 帶著抹躍和沉香 若有一百斤前來 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 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 加上香料果好料 這裡提到兩個人物 你要小心分清楚 一個是阿利馬太人約失 一個是尼哥底母 他們兩個人 有不同的身份背景 也做不同的事 阿利馬太人約失 是暗暗做耶穌的門徒 因為他怕猶太人 不過來到這一刻 都不顧得那麼多了 反正不是去找猶太人 他現在來找彼拉多 阿利馬太人約失 來得找彼拉多 大概他有天地線 Networking挺好 他跟羅馬官府有些交情 所以他就出來要做什麼 他要拿耶穌的屍體 但是這裡再提 又有尼哥底母 就是先前夜裡見耶穌的 他來到做什麼 他帶著抹藥和香膏香料 有多少 一百斤 所以不是帶著袋子來的 一百斤是要怎樣 要抬來的 是不是 要多少人抬 一個人抬不抬到 我沒有這些經驗了 有沒有人可以抬到一百斤香料 可能都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一定不可以的 所以尼哥底母是浩浩蕩蕩 最少三四個姑娘 最少有人幫忙 來到 他是預備按猶太人的規矩 把耶穌的身體 用細麻布加上香料 包裹 預備埋葬 這個是約翰福音 第三次記載 尼哥底母 這個不是說他怕猶太人 所以暗暗作門徒 你不要將官理大 那個是亞利馬太人約室 尼哥底母 帶著一百斤香膏 來到和亞利馬太人約室 合作去安葬耶穌的身體 這個是約翰福音 介紹尼哥底母 說他最後一節 然後你打開約翰福音第七章 約翰福音的第七章 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法利賽人說 你們也受了迷惑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 豈有信他的 但這時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助的 內中有尼哥底母 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對他們說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難度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魔 他們回答說 你也是出於加利利摩 你且去查考 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明不明這裡在說什麼 第一這裡完全沒有提那個他 是誰 不過你應該知道 那個是誰 耶穌 這幫祭司長法利賽人 找猜譯猶太人的保安 不是羅馬的官兵 他們沒有權調動羅馬的官兵 這些是猶太人的保安民兵 要去抓耶穌 那些猜譯回來就說 他講道很好聽的 我們聽完之後都忘了抓他 對呀 然後這些法利賽人說 哎呀 你們都被他迷了 然後就自己說 官長和法利賽人 沒有人相信他的 因為我們懂得 舊約聖經律法 那些百姓 不明白聖經 不明白聖經 不明白舊約的摩西律法 他們是被咒作的 尼哥底母就忍不住了 就是那個曾經去見過耶穌的 就跟他身邊的這些法利賽人和祭司長說 說什麼 說那個很清楚摩西律法教導的原則 就是你要聽他本人說的 要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然後才可以定他的罪 我們自己都不行律法 那又說人家不明白律法 就這樣去抓耶穌 那我們是誰 於是其他那些法利賽人 祭司長就發狼禮 最底下那句是發狼禮的 不是再討論律法 不是再討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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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再討論聖經 討論什麼 神經的你 加利利怎麼會有先知的 你是加利利人嗎 踢人踢球 就是打橫來 開始亂說話 你幫誰的 你站在哪邊 你是法利賽人站在我們那邊 你站在耶穌那邊 所以尼哥底母在這樣的場合 他開聲說話是不容易的 你明白嗎 他能夠為耶穌仗義執言 他怕猶太人嗎 如果他怕他一定不出聲 明哲保身 是吧 你不出聲 沒有人說你啞 是吧 你就站在那邊 你不要舉手 你abstay就行了 沒有 尼哥底母說話 尼哥底母不是亂說話 尼哥底母表面沒有為耶穌說什麼 但是他用回 你們說律法 我跟你們說律法 你這樣也不對 那些人開始就生氣了 生氣尼哥底母 所以尼哥底母夜裡來見耶穌 約翰福的第三章說 不要讓你有個錯覺 以為他是怕猶太人 暗中 make an appointment 黑癡癡 戴上帽子 像昨晚的阿Lam 沒有人認得到他 戴上帽子 然後來找耶穌 不是 因為猶太拉比有一個傳統 我們外邦人不明白了 他們說如果要討論關於神的事情 是很認真的 要不要受到騷擾 要專心去做這件事 最好專心的時間就是夜晚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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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無旁霧 不用顧著買菜 記得和我買蔥 記得和我買蔥 記得和我接女兒的時候 帶我盒子去 忘記了大件事 不用記這些 晚一刻沒有東西記了 就是專心坐下來 尼哥底母來找耶穌 你是從神那裡來的 因為如果沒有神與你同在 你所行的神職 沒有人能夠做的 尼哥底母是很誠懇 來到和耶穌一坐下來 就開心見城 打開天窗說話 沒有客氣 就單刀直入 我想了解 你在哪裡來的 你是誰 尼哥底母是什麼人 這裡介紹了三句說話 他是花里塞人 他是猶太人的官 然後耶穌跟他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最容易明白的是第三句 那個先生不是女士先生 剛才Daniel說的女人 不是那些 這個先生是博士 是教授 是精通聖經的文士 你是權威 你是猶太人的官 我們會容易不明白 猶太人的官 那就是他做羅馬的公務員 不是不是不是 這裡說的是猶太社會裡面 最高的72個人 長老團 Sanhedrin 這一班的就是猶太人當時 最得高望重的領袖 華基通訊第二月號 你見到最後那一版 又拍照了 拍什麼照 華基十間堂會的教牧童工拍照 高牧斯當然站在中間 這班就是猶太人的官 你不要走過去拍 你沒有資格的 尼哥底母就是猶太人當中 受尊敬的領袖人物 又不過他是法利塞人 假務為善 很不幸 我們讀了福音書 提起法利塞人 又不懂得解 就只記得他假務為善 坦白說 是法利塞人當中 是有假務為善的 請問不是法利塞人的當中 就沒有假務為善 在你和我當中 或者簡單說 在西區華基當中 有沒有假務為善 都可以有的 這個不只是法利塞人的問題 是吧 法利塞人是一班什麼人 這是譯音 其實他們是一班 立志 遵行聖經 他們是一班很認真 去實踐信仰 所以他們也是很受猶太人尊敬 很熟聖經 他們其實是一班很虔誠的人 在福音書裡面 你發覺 請耶穌吃大餐那些是瑞利 他們去那些很貴的地方吃東西 法利塞人反而是那些很簡樸 吃東西都是雲吞麵 自在fellowship 不是自在吃的 尼哥底母來見耶穌 是 他是假務為善 他肯來找耶穌 你和我呢 他來到的時候 他肯虛心問 你是誰 我們想問清楚 他專心 他晚上來 就是不想有電話響 我們都不行 崇拜都還拿著電話響 會響 尼哥底母 不是我們心目中想 一個不認識神的人 現在要來決製信主 你這樣看他 你完全誤會了他 福音書不是這樣說他的 哪是秘密 每次提到他都說 就是那曾經來見過耶穌那個人 個個都知道他找過耶穌的了 是不是 就是那夜裡來見耶穌那個人 連這句都說了 你知道夜裡不是一個stigma 不是那個暗中不見得光的 而是好事來的 他專心 撥開時間 這樣來找耶穌的 這個人 尼哥底母 你明白了尼哥底母是誰之後 你就明白耶穌跟他說什麼 很奇怪 耶穌不是跟他說 我是誰 尼哥底母想討論這個問題 耶穌拉給博士 我有個舊約難題想請教你 耶穌沒有興趣跟他討論他想問那個問題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人如果不重生 就不能夠見神的國 我們馬上很放心 我相信耶穌了 我決了一次的了 我重生得救了 這段聖經不關我的事的了 如果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尼哥底母不明白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再盡無福生出萊摩 你這麼快就明白了 他也不明白 耶穌在說什麼 耶穌跟著解釋 從生 就是人要從水和聖靈生 水和聖靈 我們都解釋過了 不過可能你又忘記了 水是在說施洗約翰 那個悔改的洗禮 猶太人去到約旦河 接受約翰的洗禮 有些像今天你和我來到教會 接受水禮 我們很多弟兄姊妹都接受了 為什麼你會接受水禮 不是 我走過不小心跌下去 不是 我走過不小心跌下去 我走過不小心跌下去 不是 我走過不小心跌下去 你是報名的 是嗎 你是真心的 你是想過學道班的 不過聽不明白 你自己負責了 是嗎 睡了 不是 說完之後又不知道說什麼 不是 你有個過程 從來教會水禮 都不是隨隨隨隨 蒙蒙茶茶 什麼論論盡盡 什麼漏漏漏漏 不是的 教會水禮是很認真的 告訴你 解釋給你 你有心回轉悔改 認識真神 你肯定吧 落到水裡 有些教會牧師都再問清楚你 第一 你叫什麼名字 別搞錯 第二個不是的 第二 你說見證 死了 浸著水 又冷 所以不說見證了 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是不是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個人的救主 是 好 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 施浸阿門 就倒入水裡 是嗎 你是不是這樣洗掉 是嗎 很清楚 是你願意的 是你願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願意悔改 這個叫做水 所以水是個代表 因為你裡面的願意的心 是看不到的 是嗎 你換了一件白袍 沒有光圈在頭上 你炸掉也可以 你蒙蒙茶茶也可以 總之牧師問什麼 你就說是 這樣也可以 看不到的 所以耶穌說水 還有呢 聖靈 水本身沒有 不是水本身 令到你有新的生命 是神自己的工作 是聖靈的工作 那就不是你缺智了 就不是你祈禱了 就不是你認罪了 你分不分得到 都是分不到 你重生得救了沒有 我重生得救了 幾時幾月幾日 我認罪悔改 我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個人的救主 我重生得救了 耶穌不只是說你悔改 水 耶穌在說的是聖靈的工作 用普通的生命來說 不要說重生 不要說第二次的生命 說回我們人人都有的生命 人人都出生的 你竟然出生的 不告訴你 是秘密的 不說也知道 看樣子也知道 能騙人嗎 是嗎 但是 你不可能每次慶祝生日的時候 都拿出生紙出來放在樹 North York General 幾年幾月幾日 哪個醫生接生 有印鑑證明你是出生 然後放你那張BB相 在醫院第一天就和你拍一張 漏暴到不得了那張 又不漂亮的 不過有人拍了 放在樹 對一對今天又是這樣 那不是生命來的 我女兒買了一個相架 從幼稚園開始 每年學校和她拍一張照片 就放一張照片 現在放到第八班 哇 女兒大十八年 你來我家我給你看看 一定不同樣子 她最討厭人見到她 你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高了 我教她 我們就回答 吃飯 那就可以了 生命是會長大的 哎呀十八歲了 還是像寶寶的時候一樣這樣 這樣 糟了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生命 哎呀信了耶穌十八年了 還是說見證就是說信耶穌那次呀 那個不是生命來的 從水和聖靈生的 這個從生的事實 不是說過去某年某月某日發生的那件事 我有一張certificate 證明我在加拿大出生 不是 你今天的生命 是嗎 那個是最好的證明 我不用看你出生 只要我都要你出生的 是嗎 我沒有理由對著你 我說你出生了沒有 不會的 所以你重生得救了沒有 這個問題不用問的 我看到你我就應該知道的 你應該有這個新的生命的表現的 那個是聖靈的工作來的 如果沒有的話 大陣仗了 大件事了 你的嬰兒三個月都還是這樣 眼直直看著你的 又不會喝奶的 六個月又不會爬的 六歲都不會說話的 你很早已經帶了牠去看醫生 但是我們相信耶穌 十八年都是這樣的貓樣 從來都不會去見牧師的 挺好的 我每個星期坐在樹就行了 新的生命 不是說過去出生的那一刻 重生得救 是說著聖靈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怎樣改變我們 我們又開始搞錯了 我們以為 行,那我報名 我學這件 我做那件 生命 不是你控制的 長大都不是你控制的 你分不分得到那個次序 是你長大了你上學 不是上學令你長大的 分不分得到 你臭小孩有沒有知道過 他到時到後就可以上學了 因為他長大了 不是說去上學了 弟弟,上學你就大了 學東西不是讓他長大的原因 是一個結果 神的靈在你的身上 怎樣改變你 那是一個很慢的過程 你沒有見過小孩一陣子 你就發現他高了 我每天叫他起來 每天看著他吃飯 每天看著他,我真的不覺得他高 何時高的? 睡醒就高了,是嗎? 你明白嗎? 那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但是那個改變是一個事實 很慢 但是是一個很清楚的改變 我們懂不懂得看 上帝怎樣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改變我們? 我懷疑很多時候我們不懂 上帝怎樣改變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婚姻 上帝比我們更加幸福 夫妻恩愛,如交似漆 好像拍拖的時候一樣 幸福到悲 不會的 一定不會的 所以有一位很好的 加拿大的一位牧師 Paul Stevens 他寫了兩本書都是查經的資料 都是查聖經講婚姻的 其中他提出有一張很精彩 他說我們怎樣量度 上帝祝福的婚姻關係 不是快樂 不是幸福 甚至不是相愛 是啊,他說你 你知不知道你在上帝面前的許願 不是跟這個人相愛一輩 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一輩 live和love 只差一個字 你說很痛苦 不是啊,上帝在你的生命當中 創世紀說 他做了一個配偶來幫助你 記得嗎 創世紀第二章 他幫助你做什麼 他幫助我賺錢 他幫助我照顧家 他幫助我養大子女 他幫助我打骨 他要滿足我的所有需要 錯了 你再看回聖經 上帝所做的那個來幫助你的 幫助那個字在聖經裡面 經常都在說的是上帝自己 聽不聽得明白 是誰幫助你 是上帝幫助你 上帝透過你的婚姻幫助你 Paul Stevens說 怎樣量度上帝幫助你多少 用聖靈的果子去量度 人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節制 懂不懂看上帝 你在你在我的生命當中 那個重生的工作 即是不是用舊歷新年那些揮春來量度的 不是用情人節幾多朵花去量度的 雖然是 我知道三枝是甚麼 九枝是甚麼 十一枝是甚麼 十三枝是甚麼 電台八卦到不得了 讓我看看買札花 我也數一下幾多枝先 不是 不是 生命的成長 在上帝的幫助之下 要完成的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你和我的私欲 分不分得出來 工作 橫財就手 連連升級 更多的滿足 賺更多 這個世界答應給你的榮華富貴 上帝要在你的事業上 在上面 他怎樣使你重生得救 我以為是永生 將來死了之後才說 不是 今天你的工作 你的職業 你上班下班 上帝的靈 怎樣改變 你這些時間 讓老闆更多欣賞我 這個又是回去 那個不用重生 人人都是這樣要求的 但是在上帝的恩典裡面 你有沒有拿今天華基通訊 還沒看 對 崇拜不應該看 回去看 我的好朋友 陸永佳弟兄 在多倫多做地產經紀 他的見證寫了在裡面 他跟我說 施敬 我用很少時間做生意的 上帝祝福 我們救勇 救到一個地步 我有很多時間 可以服侍我家 三個子女 大兒子在大學 去年去了南美洲短孫 太太 現在是城北華基的傳道人 曾經病過 跟我太太一樣 永佳弟兄 他的事業 怎樣放在上帝的手中 他不單止在教會裡面 是一個中心 用很多時間參與 在城北華基 一百三十個小組 組長的帶領事工 你在崇拜主日周刊找到他的名字 他也是加拿大代表華人 參加美國 Focus on the Family James Dobson 的那個福音機構 的一個董事 上帝怎樣用這一位的弟兄 在他的事業 和他的事奉上面 從心 地產經紀 不是一定要年年 那張卡片就越來越厚 越來越多獎 越來越賺得多 由鑽石再升上去金剛鑽 由黑鑽鑽 我也不知道那些名堂 然後在報紙上大大幅相登出來 又飛機師 又這樣那樣 弟兄姊妹 我們未重生 我們的工作未曾重生 我們還是按著這個世界的方向 來量度上帝給我們的祝福 哎呀 今年我納稅 比去年少 上帝你都不看我的 錯了 錯了 子女 成績好 是吧 考入好的大項 找到一份好工 賺多點錢 又是這樣 未重生 未有改變 為什麼不是很好地栽培他 愛上帝 趁他聽你的時候 你好跟他說 不是等到他二十幾三十歲的時候 好像我在外面 認識一位弟兄 他女兒在大學裡面 他說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他聊天 他都沒有回禮拜堂了 我說你為他祈禱吧 他說對 最近他失戀 走回來問我拿書看 我說對 好事 我說你給他什麼書看 瓊瑤啊 還是逆書啊 還是你 你 將你 戀愛 上帝怎樣 帶領你 結婚 你跟你的女兒分享 趁他肯聽的時候 你望你的子女 三十歲那一年 是怎樣的 重生 是什麼意思 老人家 其實每一樣 我們回來 我們都好像離歌底舞一樣 哎呀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人已經老了 就是這句話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怎能再進武福生出來 一樣 我們大家都是這樣的藉口 聖靈的工作就剛剛相反了 剛剛相反 他就是要來 改變我們 改變我們個人的生命 改變我們的家庭 改變我們的婚姻 改變我們的子女 改變我們的上一代 改變我們的下一代 你明白嗎 你現在開始知道你不明白了 怎麼有這個可能 不可能的 你馬上想到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離歌底舞那晚 跟耶穌談了很久 他說不可能的 耶穌說 這個就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祝福 是這樣來量度的 預備基督的復活 重疊 重疊 農曆新年 真的很有意思 在新年裏面 我們所數算的福氣 昨晚牧師跟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是上帝 在我們身上 成就祂的旨意 上帝的工作 臨到你 臨到我的身上 水禮 其實是代表我們一個願意 讓上帝 主要學同學怎麼說 動我們 讓上帝 來改變我們 一個這樣的悔改回轉 我願意 上帝請你 改變我的家 不過從我開始 不是從我太太開始 分不分得到 上帝請你的工作 臨到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從我開始 從我做父親的 做母親的開始 上帝求你幫助我的母親 我的父親 從我開始 我這個 認識你 跟從你 願意成為你 祝福的器皿 流通的管子 上帝的靈 的能力 那個改變 就是這樣 你天天看著他 不覺得他高 但是隔幾個月 哎呀 高了 風吹著 二思吹 耶穌說的那句話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知道他怎樣發生 但是你看到 那個結果 又是很清楚 重生 是上帝的祝福 不只是我們信耶穌那一刻 的決志 而是從我們認識神 願意回轉 一直到今天 以至將來 上帝 在你 在我的身上 他在做什麼的工作 你懂得去看 你懂得去量度 你就不會走回去 寫輝春 我經常說 那些陷害你都知道不是真的 不過每年都是這樣寫給自己 送花 花必雕謝 我太太說得很好 她說買就買些有泥的 不要剪下來的那些 還會雪櫃 放在樹上 看著它不開就行了 真的很淒涼 買回來很漂亮 然後不開 然後倒下來 神的生命 不只是一晚半晚漂亮 是有那個 繼續下去 改變的力量 而且是令我們出奇的 哎呀 我為祈禱 祈禱了十幾年 現在看到它有改變 你就不會說是因為你祈禱的了 如果你真的明白 上帝的工作 你自己也是 你為自己祈禱 上帝很特別的 它未必按你的要求 聽你祈禱 但是它是真的 你看到它在你身上 在那裡結著哪一個聖靈的果子 你逐個去數一下 哪個開始有小小的孕出來了 你要留心 你要預備 你要讓神的工作 成就在你的生命裡 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見或者進入神的國 神的國就是神的管理 就是神的主權 就是神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得到榮耀 所以這個不是說 將來死了之後 去不去天堂的問題 這個是說 今天你和我的生命 人家看到的時候 是讚你聰明 好東西 調到金龜勢 找到那份好工 賺到大錢 懂得投資 子女又生性 不是 那些全部榮耀歸給自己 人家看到我們的時候 聖經怎麼說 將榮耀歸給天父 是上帝的恩典 透過我們這些 我講最後一次 輪輪盡盡的人 張賢循 榮耀歸給天父 上帝透過我們這個教會 是流流爆爆也好 不要緊的 Paul now不知道是否在自己的聖子裡想出來 不要緊的 要彰顯的是神的能力 的改變 人見到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同了 有什麼原因 令到你會這樣 那個時候 就是你見證福音 最好的機會 吸引他的 不是節目 不是獎品 不是扮得很像 不是那些食物 吸引他的 是這個生命 的不同 他沒有辦法不來問你 為什麼 然後你也說 你問的 不是我想跟你說耶穌 你不要說我悶了 都是那句 上帝的憐憫 你來吧 我們一起 來讓上帝 改變 我們的人生 改變 我們的婚姻 改變 我們的家庭 改變我們的兒女 改變 我們的老人家 改變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工作 改變 那個改變是來自上帝的能力 是他的祝福 不是這個世俗 所給我們 那些我們懂得背出來 然後就用那套走回來上帝的面前 求他今年大大的賜福給我們 你現在明白 完全不是這回事 完全不是這回事 人 若不從生 在說的是一個新的生命 和新的生活 你說是不是要在復活之前 有時候skip一頓lunch 好好地在神的面前 騎下肚 檢討一下自己 捨低下 去年發生過什麼事 很忙啊 沒有時間啊 晚上一刻 夜裡來見耶穌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用一點點的時間 對了 long weekend 沒有假放不要緊 等下次吧 你總找到時間 你總找到機會 受苦節 復活節 又去旅行嗎 我不是說旅行不對 不過 留一點點時間 在神的面前 檢討一下 上帝在我身上做什麼 好嗎 人 若不從生 這一段經文 在這一段 預備 復活節 的期間 真的很寶貝 我們同心 低頭祈禱 天父 多謝你 你真是給我們 享受很多 世界上面 的好處 不過很多時候 我們給這些的好處 好像阻塞了我們 去看你 那個的能力 一些真正 永恆 的祝福 一些 你在我們身上 的工作 求你 開我們的眼睛 透過聖經的教導 幫助我們 以至我們見到你的作為 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的家中 在我們的上一代 下一代 在我們的工作 在我們的忙碌的生活 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懂得 在你的面前 感恩 讚美